新年快到,大家都忙著辦年課或準備不同的糕點 今天很開心請到營養學家歐善兒Cindy 跟我們分享食年糕的注意事項和分享小貼士 Cindy你好 Hello Bibi 你好 首先想問問Cindy 其實如果想保持體態或者怕肥的人應該怎樣選擇糕去吃 如果想保持體態,要選擇年糕來吃的時候 我就給大家三個提示 第一樣就是年糕的材料 譬如蘿蔔糕、芋頭糕 有些人很足料 會放很多臘肉、臘腸 其實這類很足料的年糕 臘肉、臘腸都是屬於高熱量、高脂肪和高臘質的食材 所以相對整個年糕的卡路里會提高 所以要小心 另外就是椰汁年糕 甜,加很多糖 也會增加了炭水化學物的含量 另外椰汁也是屬於高脂肪的食材 所以整個糕點卡路里會再提升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第二個提示就是整熱年糕的方法 很多人會選擇煎它 Phoebe你有沒有煎過年糕? 有 你放多少油? 多 因為它要不要黏底 對,不要黏底 還有有些年糕會一邊煎一邊融 可能椰汁糕那些 你又要額外,又要喝點蛋汁下去 又要加多些油煎 才完完整整一件 其實也會相對提升整個年糕的卡路里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蒸泥食 尤其是蘿蔔糕 有時候有些人是加了很多鹽 或者味粉下去 即是在蘿蔔糕那裏調味 有時候是專程蒸 就讓鍋的導汗水滴回去 即是讓它稍為淡一點,沒有那麼鹹 也都少些油份的攝取 卡路里又會低一點 另外,第三就是吃的份量 例如,兩片煎的蘿蔔糕 其實已經是有一碗有多的飯的卡路里了 很多時候,年糕蘿蔔糕這些 就是餐與餐中間 有客人來拜年 當作小食那樣,就捧出去招呼人 其實不覺不覺 其實你吃了三四件 已經是吃多了兩碗飯下肚 再加上,如果你在正餐的時候 你沒有特別去減你平時吃的正餐的份量 你依然是吃那麼多的話 其實是一個自肥陷阱來的 那有沒有說呢? 即是蘿蔔糕有不同的顏色 那用紅糖去做呢? 其實有沒有說這些不同的糖的熱量上有沒有分別? 如果單看白糖、紅糖和黑糖的熱量 每100克的白糖就有400克 紅糖有389克 而黑糖就有372克 其實呢,差別是很少的 反而就要看整體整個年糕 你用了什麼材料去做 那除了放不放得多糖這一類的炭水化合物之外 那譬如有沒有其他高脂肪的食材又放進去 那這方面要注意 那如果年糕呢? 有些人拿來做正餐 可能早餐就吃年糕的了 其實有沒有說自己做年糕呢? 可以怎樣加減材料 令到它營養一些呢? 首先呢,其實我真的 我建議大家最好不要用年糕 當作是一個正餐 因為其實這個不是一個均衡而健康的一餐 就是我們要菜、飯、肉類這些元素 那如果是真的 我真的很想的 譬如要配合你這條問題的話 那我會選擇 譬如用蘿蔔糕 那可能真的用多一點的白蘿蔔 少一點的滋米粉、糯米粉等的材料去做 那而臘肉、臘腸那些 可能我就會用菇類 或者是蝦米去取代它 那我希望稍微叫做低脂肪少少的年糕 那通常一般人吃年糕都會配一些茶 其實有沒有說一些建議的配法 不但可以夾到味道 而且都可以達到一些消滯 或者健脾胃的效果 那我很慶幸我一間中醫場所裏面做 那以下關於一些食料怎樣配茶的資訊呢 就多謝蔡卓韓醫師提供的 那我負責說 好了,年糕、桂花糕呢 那蔡醫師提供是配黑茶的 那代表茶呢 就補里茶、黑磚茶的 那如果你吃蘿蔔糕 而你是體質偏熱的朋友呢 就最好配綠茶 綠茶的代表呢 就是碧羅春、龍井茶等等 如果你是體質偏寒 就最好配黑茶了 那黑茶就是補里茶、黑磚茶 如果你吃椰汁糕 就最好配黃茶的 代表茶就是蒙頂黃牙、霍山黃牙、 鑽山銀針 如果你吃芋頭糕呢 就最好配清茶的 代表茶就是烏龍茶、包種茶和鐵觀音等等 而如果你吃馬蹄糕的話 就最好配紅茶了 代表茶就是阿薩姆、大吉嶺、石蘭茶等等 大家新年不好吃得太放肆 記得剛才Cindy的小貼士 那就不會問題天天都多了 我們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吃極不肥 越吃越漂亮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